Sawaddi Karp 捧吃吴希泽 Sawaddi Karp 我来过很多次了 我觉得泰国的粉丝都特别热情 然后每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 我也会特别开心 就是感觉像见到老熟人一样 我特别喜欢吃泰国的椰子冰激凌 然后这次来特别想吃 然后也吃到了 昨天吃到了 我其实还是想做 来泰国做演员 因为我在国内也经常看一些泰剧 然后觉得泰剧 有些脑洞特别大 然后觉得特别有趣 然后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过来 参演一部片子的话 我会很开心 我觉得演一个 纯正的泰国本地人那种感觉 我可能现在在 我以前的梦想是作为一名运动员 然后不知道当时会不会成功吧 反正如果我没有做演员的话 我可能会往运动方方向去发展 我是羽毛球 在今年的年底会上一部我的新剧 然后叫长安少年行 然后也可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然后在过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又有可能去拍另外一部戏了 然后到时候出来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 嗯 都去关注一下 拍每部戏都是那个一个新的体验嘛 就是希望大家喜欢西门宴 然后也喜欢乌锡泽这个人 然后 嗯 以后 会有更多的 机会和时间 过来 多来泰国和大家见面 开关卡